省政府也成立了环境保护处 共同为人民的生活居住品质把关 省政府的环保建设呢 现在可以说是我们省政府啊 是成重点 现在的重点来讲就是民众啊 最关切的垃圾处理了空气污染的防治 水污染的防治 以及啊环境品质啊的检测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啊 环保方面的重点 环境品质的范围零零总总 其中由以垃圾处理以及公害污染 最为一般民众所关心 也是民众抗争的起因 因此环保处严定了各近中长城计划 在降低公害污染方面 包括了空气污染 河川污染 以及土壤污染三方面 环保处将较具污染性的工厂 事业列入管理 督促各厂领定改善投资计划 以符合现行排放标准 像这座钢铁厂 就是在环保处的督导之下 投资了五千万 设置了这座除尘设备 解决了严重的废弃污染 而永丰渔职厂也在环保处的协助之下 完成了废水处理设备 使得排放出来的水质 比进场前的水质还要清洁 为了强化机查执行能力 除了结合基层环保人士 全面展开管制取缔之外 还成立了环保法环机材小组 以提升法环收缴率 垃圾处理是先进国家 都会面临的棘手问题 要解决大量的垃圾 除了积极与新建垃圾卫生掩埋场之外 还在各地新建焚焚化厂 现在对于一个垃圾处理 有一个完整的垃圾处理的计划 总共要执行12年 到目前为止已经执行了8年 全省现在已经兴建了236个 卫生盐卖场 同时也在积极在新建风化炉 比方说台中市的风化炉 明年的年底可以完工来试车 嘉义市 有台南市都在新建当中 在民国85年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全省的垃圾 妥善处理率 从现在67% 到到90%以上 基于全省21县市清洁队员 中年风雨无阻 老虎功高 值得肯定与尊重 省府主席宋楚瑜 特别联络民间社团 赞助全省21县市 21位基优清洁队员 在今天上午8点 前往新加坡考察当地 环境清洁业务4天 以稀修新知 并慰劳他们终年的辛劳 基层清洁队员出国考察 是省府首创 省主席宋楚瑜十分重视 特别指派省环保处长 李公哲等人到机场送行 李公哲表示 国际社团还要继续 赞助这个活动 我代表省府宋主席 再次表示最大的感激 同时现在刚好是春节期间 也在这儿代表宋主席 向全省14000多位的 清洁队员拜个晚年 也对他们一年到头的 默默痛信服务 表示最大的敬意 针对近来东部地区河川 接二连三发现大批死鱼 环保处和渔业局都相当重视 我们要求全省环保单位 对水源有关系的这些河川的上游 锁定对象 然后来全力的去 这一次鱼群的暴毙 可以说是一个气候的突变 加速水中有机物的分解 耗尽了水中的氧气 因此使得鱼群缺氧毕面 省环保处认为 气候因素是无法控制的 但是水中的有机物却可以控制 因此将定期的输浸水沟 并且兴建污水下水道 彻底解决家庭以及工业污水问题 同时为了避免全省其他地区 发生类似情况 将依法要求各河川上游 在每年11月到隔年4月期间 禁止在沿岸养压 以免污染了水源 省环保处应该全力协助 农林厅处理死机 避免流入市面 如果有死机的话 以风化为主 如果他们还有困难 就协调县市的家畜 疾病防治所的风化炉 来帮忙风化 那么还有容量不够的话 就由清洁单位的卫生颜埋厂 来协助脱善处理 到90年度 那么我们预备在这4年里面 针对全省自来水也好 或者其他的水源用途 比较多的这些河川 来集中省跟地方的人力物力 来加以整治 郭俊明今天在省议会 则放映了一段影片 显示敌业救世线 这个河流的中段 已经饱受垃圾跟屠宰 废水的污染 自来水源跟喝的水 是两个不同的水质要求 就是目前喝的水的水质 是没有问题 喝的水部分 但是饮用水的水源部分 是要继续加强 省议员轮番质询 环保处到底要如何解决 垃圾堆积在河川地 造成污染的普遍现象 环保处说 三年之内可以大幅改善 现在我们环保处 有一个专案计划 在三年内 要把这48个乡镇的垃圾厂 迁移 而另外兴建 和标准垃圾处理的设备 环保处说 省政府也计划 15年之内以3800亿 将污水下水道的 土地有1% 至高为130 对于近来天气炎热 各地垃圾废水污染的 严重性更被凸显 因此下午省议员 都把质询的焦点 放在环保问题方面 要人员跟设备 来消毒 避免任何的瘟疫的产生 理工者还指出 已经在台北县 找到两处 可以兴建临时垃圾 掩埋场的地点 应该可以暂时解决 北县的垃圾问题 至于长城的目标 则是在两年内 新建一座垃圾粉化炉 现环保局 跟其他的乡镇协商 我们要求 他在两天之内 能够把现有垃圾 整个清除 那么更重要 现在现环保局 在省方面 已经帮忙他 找到几块的 目标的场子 在短期内 要开辟 卫生颜白场 之前完成 全面灭纹的任务 在持续几天的全面消毒 灭纹不见有效的成果下 省环保处和卫生处 今天前往中和和市长 共同言商对策 环保处人员指出 白线斑纹由于出没在室外 因此 一旦有疫情传出 比过去南部的疫情 更难控制 而市长也指出 疫情已经在中和造成恐慌 在多方的会诊 疫情资料之后 决定立即成立 防治救灾指挥中心 以更有效的方式来灭纹 主要的 我们现在已经 把原因找出来 这一次是白线斑纹 它主要是在户外活动 因此我们这几天的努力 可以说 资本 治标方面一起动手 是可以很快的 把疫情控制 军方以重机界 附土灭火 预计整个救灾的工作 明天下午可以完成 陶原市胡头山垃圾厂门烧 带来历年罕见的烟害 市区一片恶臭浓烟 空气品质恶劣 居民抗议声不断 一个星期以来 陶原消防队日以继夜 一共出动300车次以上的消防车 上山救火 疲于奔命 但都无法有效控制 经过本台报道后 声长宋楚瑜置为重视 上午在省政会议指示 迅速处理 下午省环保处长李公哲 环保局长游碧海 随即到达虎头山垃圾厂 实地勘察 处长李公哲 并且以大哥大 立即协调军方六军团 以及领口2490部队官兵 前来支援 今天协调的军方 从今天下午开始 跟明天一整天 支援重机界跟人力 来协助陶原市 把这个问题解决 另外陶原市工作 也出动30辆的砂石车 推土机 外手 并动员消防队 将闷烧的垃圾山挖开 再富途掩埋 消灭烟骸 官兵也都自备圆锹 加入救灾的行列 由于虎头山垃圾厂 经常发生人为纵火事件 陶原市长李信红特别表示 今后将注重预防 其带头跟示范的作用 台湾省环保处长李公哲 把焚化炉模型 交给台中市长林柏蓉 完成了象征性的设备移交手续 由中央和省府 共同全额补助 38亿元的台中市焚化炉 今天开始 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 我请教了处长一个问题 有关资源回收跟垃圾分类 这个问题 是不是麻烦处长 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目前执行的成效 究竟有多少 首先大家说 为什么这个环保处 要推动资源回收垃圾分类 因为我们垃圾里面 40%平平罐罐 纸张这些罐头 这个可以回收过来 变成其他的原料 40%减量就差多了 一减量的话 我们这个掩埋场 使用说明就打厂了 缝化炉的效率提高了 这是第一个 重要性跟各位做个说明 第二个效果怎么样 像全省336个乡镇市区里面 有107个乡镇市区 正在推动资源回收的工作 就还没有很普遍 还没有普遍 那么另外有117个乡镇市区 是部分 某些村 某些区在做 领理在做 另外正在推动当中 所以华言之现在 确实实实还不够普遍 但是 这是成绩性的工作 我也是一样 不可能一触就成了 你说我们希望 这个观念 从刚刚所讲的一个方式 慢慢普遍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 就是怎么做法呢 像我们这样 每一个礼拜 有7天 有一天 各位听到不一样的音乐 叫 据钢腾美博 华言之就是说 我们已经6天了 听到是少女的祈祷 就拿一般垃圾 有一天 你听到说 就跟坦腾美博 代表那一天 我们清洁队员来收整这回收 所以我希望大家来配合 配合我们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非常有意义 特别公益的工作 碰上58年来最热的2月 今年春天雨水少 东益大桃源地区的石门水库 陷入缺水危机 相据指出 今年2月平均气温21.25度 是1951年来最高纪录 北基雨量也是少得可怜 只有167毫米 还不到历年平均雨量的六成 东益大台北地区的翡翠水库 情况还算乐观 水位接近在160.1公尺 接近历年的平均值 保证到6月都可以供应无余 翡翠水库它的有效容量 是2亿5千万吨 差不多是满水位的74% 有个用水的需求 是没有缺水危机 翡翠水库表示 每天会增加20吨的水量 适应板桥新庄地区 减缓石门水库的耗损量 而中南部其他水库 情况也还算正常 只有高雄和云林部分地区 农业用水 实施分区供水 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够 等到天宫作美带来甘霖 市场局表示 最快也得等到3月3号封面南下 才有可能解除水库的缺水危机 这样风的陈一红 台湾岛 1号封面 刘霖 比老師祝你生日快樂 呼嚕東海壽比玉山謝謝 嗨 李老師 祝老師生日快樂 七十大壽 額完事如意 阿華來跟老師講一下吧 老師我愛你 老師我也愛你 嗨老師 祝你即使大家做生日快樂 然後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操作做的你 嗨老師我走 祝你生日快樂 阿華